《训训词》 反正不管是怎样 我能弹乐器就行了 我就是一个舞台 我是音乐人 我觉得我跑了好 挺很多人很多 我搞这个谈播乐快40年 可能有20来个谈播乐吧 反正是这个谭博乐里面 大多数我都可以演奏 我都喜欢这些音乐 像这个新疆乐器 那是艾杰克原的 这个是杜特尔 这也是杜特尔 这是个二通杜特尔 这个谭博乐 这个是谭博乐 这个是首果 新疆有名的打锯乐 这首歌是钢丝旋 不像那个古典吉他的旋 这是钢丝旋 而且这个第一旋是双旋 那段时间不是我们企业搞疫情了 都在家里 二日就跟我讲 我给你开个直播 你所有的内地的朋友 你所有的音乐人 你都可以接触 你可以聊天 随后我才发现 我直播间来的内地的朋友特别多 我特别开心 能给他们介绍我们新疆的民族乐器 这是哈萨克族的 这是维吾尔族的 你叫什么 有的 刚弹了呀 高音 演奏以后他们也开心 我也特别开心 让内地的更多的朋友认识新疆 了解新疆音乐 我把琵琶的曲子用吉他演奏以后发到网上 发到我的朋友圈 点击力特别厉害 特别是内地的朋友 这是新疆的 别玩就用吉他 这个国外的乐器 他弹这个中国的琵琶曲 哎呀 这个这咋弹出来了 他们都纳闷的好友 太厉害了 他们就点赞 我们家唯一的出来搞音乐就是我一个人 当时我爸然后到银行去工作 我不答应 不行 我只喜欢音乐 76年 年纪靠到一校 80年我就到食文工团参加工作 研究的热瓦谱 当时我就是跟王敬米老师学的琵琶 我们乐队一块儿排练 你看看他的 你这个手特别好 你学琵琶行不行 我就不学 我就躲着 到我们家去给我们家老人做事想工作 你们放心交给我 我给他教琵琶 这是新疆的乐曲 好 我小嘛 我也不懂 反正我知道琵琶就是好像古代弹的那种 我们家人都说 你应该学 你可以学会的 就这样 天天就跟王老师在一半排练 那我慢慢就喜欢琵琶 八五年家里处理前活在 照尚特别严重 整个手都是握到一块儿 撑不开 根本撑不开 当时我就在医院住了 大概七八个月吧 出院以后 对我打击太大 我上不了台 最后又让我在电院上班 上了又一年多吧 我上不了台 我特别难受 心情跟刀炸的一样 我是在舞台上的人 我怎么在这儿 天天在家里面就开始苦恋 恋情 练半天 我这个指头还是按不上去 最后到医院做了 四次手术砸了钢针 正好是指头就可以开了 稍微好一点了 我就这样练 一天可以练个六小时最少 因为我这个手胳膊一直烧伤到这儿 特别严重 我这皮都是直的皮 特别嫩 不能夹 夹上也厚 哎呀 疼得不行 容易烂 所以快二十多年了 没有弹是吧 一直弹的是吉他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就用这个吉他演奏 民族乐器 我就用吉他改变那些将军令和实面埋伏 练了多少年以后 正好他里面需要一个吉他手 当时上台以后跟他们一块拍练 团长一看 哎呦 这家伙什么时候练成这样 最后到内地一个演出 你去 我特别开心啊 我多少年的冤枉 都是让我上台 接我们到内地去演出 2013年 在湖南参加了第八届 全国残疾人会演 我演奏的将军令 莲获了二等奖 2017年 参加了全国第九届 残疾人七月比赛 用吉他演奏了新疆劲儿了 我自己改变一下 莲获了金奖 三十多年了 我一直接触这个民族音乐 所以我把我以前的全部写成谱字 让我们这些学生们按照谱字演奏 让他们更了解 我们这个新疆的民族音乐 和全国的各个少数民族的音乐 我离开音乐 音乐可以说是我的宝 给我带来的非常好的欢乐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